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綠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綠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多 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與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你好 Hello Dylan 你好 大家好 在中國最近有一個新的研究調查 每65個人當中 有一名患有癌症 每年超過400萬人被確診患有癌症 每一天超過1萬人確診癌症 即是說每分鐘都有超過5個人死於癌症 很殘酷的數字 令我們證實了 除了生存的環境日益複雜之後 人的壽命逐漸提高之後 但是癌症離我們就不是越來越遠 反而是越來越近的 袁醫生 在上個月的時候 2018年全球最新患癌症的報告發表 即是說年報顯示 在中國無論發病率或者死亡率 最高都是以下四種癌症 不得不防的 哪四種?袁醫生 不如你幫我們講解一下 相信大家都知道 第一是肺癌 這是中國的第一癌 肺癌是一個可怕的殺手 在連續十年霸佔了中國 惡性腫瘤死亡率和發病率的榜首 很明顯成為中國的第一癌 肺癌 對於肺癌的尾期患者 如果不及時治癌 生存時間只有三至六個月 所以你經常都聽到 發病的時候沒有多久便離開了 原來生存時間平均只有三至六個月 還有美肺患者聲音沙啞 上肢腫痛 肩膊等地方痛 臉部水腫 喘不上氣 食物困難 遭受到很大的痛苦 可惜癌症 早期症狀不太明顯 包括咳嗽 症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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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被誤以為是一種感冒 症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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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耽誤了寶貴治癌的時間 而且肺癌的致病的因素是無處不在 比如吃煙 吸而搜煙 空氣污染 廚房油煙 和遺傳基因 至少有80% 女性肺癌的患者是从来不吸烟的 都会落入肺癌的魔咒 我记得有最近也看到的资料 其实在630多个常期吸烟的人 只要一个是患上肺癌的 即不是这么简单 不是只是 它现在是第一大实手 但是不是吸烟是唯一的最主要原因呢 原来其实也不是的 如果现在这样看下去 就真的不是吸烟的人一定有 因为现在二手烟 三手烟 空气污足 甚至乎之前我们提及过 就是我们煮菜时的油烟 其实都是一个致人物质 而它那个发病的时间 其实看下去真的很简单 你就是感觉到空气那么污足 有一时清咬咬咬 咬咬咬咬 这样 即是不以为言 麻烦的有时咬得大力的 有少少血流湿水 血痒 d 有時候都是可能去醫生診症的時候 都是覺得因為你大力咳嗽喉嚨 但原來一發現到的時候 其實大部份這些都已經是微期了 是 很可惜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好了 在女性方面 那個乳腺癌 女性的發病率是第一的癌症 只是大概1%發生在男性 男性都有乳腺癌 比較上很少的 那乳腺癌方面 它復發比新發現更加小 更加害怕 很多人以為處理了之後 就沒什麼再理會它 結果最後就再復發 那時候就真的是問題了 所以早期的乳腺癌 通常是沒什麼痛的癌物 身體可能沒什麼不適 也通常會被一般的 就是普通的結節就算了 就是不理它 很多時候是不痛不成的 所以都不理的了 但是乳腺癌是女性的美麗和尊嚴的象徵 很多乳腺癌的患者 寧願承擔高風險的死亡率 風險也拒絕過切除乳腺癌 但即使乳腺癌的發現得非常早 甚至乎及時進行手術 但最後患有三分之一的患者 是會發生復發和轉移的 所以其實都挺頭痛的 是 很多時候我們經常都強調 越發驗越早就越好 就是那個壽命會長 但是發現呢 其實有些人說法呢 其實最終最終呢 其實那個死亡呢 都是差不多的 你發現得早就熬久一點 你發現得遲一點就早點死 就好像時間短一點 但是很多時候發現呢 發現得早也好 做完手術因為沒事 三分之一都會復發而轉移的了 那當乳癌是復發轉移之後呢 患者的生存率是明顯降低的 那譬如呢 如果是那些轉移到骨 大概5年的生存率是大概16% 如果肺轉移到肺呢 大概5年的生存率是12% 但是如果是轉移到肝呢 那5年的生存率幾乎是零的了 那已經是沒有足夠的了 現在已經到了肝很快 5年了 即是即時了 那我也有一個很出名的歌手 叫做什麼 陶貝娜 姚貝娜 哦 姚貝娜 那她說早期呢 是2011年呢 是發現有乳癌 乳腺癌 接受了乳腺切除手術 那一度呢就恢復了健康的 但是到了2014年底呢 就因為那個癌症的復發 再進醫院了 那麼僅僅20天呢就不幸去世 嗯 那就是很多時候就是這樣的 就是產癌的復發的時候呢 問題更大了 那第三就是胃癌了 那胃癌呢 尤其是如果你有家族歷史上呢 是有胃癌呢 是更加要小心的 嗯 發現80%以上的胃癌的患者呢 在被確診的時間呢 通常呢已經到了終晚期了 那就是意味呢 在5年的生存率呢 是降到20%以下的 嗯 當你被發現的時候 是 那而且呢 患癌的 在年輕人的發病越來越多 有些數字顯示啦 患癌在19到35歲的 年輕的那個 那些組的人呢 發病率呢 是比30年前呢 是翻了成一倍 就是多了很多 那所以有些人經常都這樣說呢 其實這些病呢 那些人不是多病了 是不過現在的人長受了 其實是錯的 是 因為這些這麼簡單的解釋 都會說啦 那但是呢 事實上發現呢 是同年齡下 年輕年齡的人呢 是那個 那個胃癌的發病率呢 是比30年前 同一個年齡下 不是老人家下 是多了成倍的 OK 那還有專家發現呢 年輕人一旦患上了胃癌呢 那個惡性的程度會更加高 生存期呢 是更加短的了 OK 好了 那由於生活習慣相似呢 加上遺傳因素啦 那個胃痛呢 就是胃癌呢 很容易在家族裡面呢 是那個 就是出現的 就是出現的 那武漢有一位癌 那個那個胃癌的患者啦 10年前呢 做了全部切除手術 10年之後呢 兩個女兒呢 是相繼呢 是發現有胃癌 其中的大女兒呢 就已經是晚期的了 OK 那所以呢 似乎胃癌那個 那個遺傳的關係呢 比較多高的 是 如果直系的親屬裡面呢 有胃癌的患者呢 而那個胃癌的風險呢 是比一般人高多少 高20倍 是高很多的 OK 好了 那接著呢 就是第四個 就是結腸直腸癌啦 有痛苦又尷尬的 OK 因為呢 結腸癌的早期是沒有什麼明顯的跡象的 咬有少少肚痛呀 腹脹呀 腹瀉呀 便秘呀 便血呀 也都誤以為是一種痔瘡啦 因為痔瘡也都相當普遍的 或者是普通的腸胃炎而已 嗯 好了 那這個呢 就是導致呢 就是僅有10%的患者呢 能夠早期早期發現那個結腸癌的 那只是10%早期發現啦 那一旦到尾期呢 死亡率高大了是95%的 OK 那整體來說呢 在中國的那個結腸癌的患者呢 伍炎的生存率呢 是僅僅是30%的 是中晚炎的結腸癌的治療裡面呢 可能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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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逼不得已啦 整個肛門切了啦 那在肚裡面呢 肛門呢 是做一個收集糞便的 和肺氣的袋啦 那當然這個對於患者的尊嚴呢 是一個很大的譴責的 所以很多人呢 就是都很慘的 就是掛著個屎袋在個身上 在個肚子前面 OK 那通常都是這樣呢 希望早預防啦 早發現呢 早點治療啦 那暫時來說呢 他們認為呢 都是越早發現 生存的機會越高 但是我也跟大家分享過呢 其實這個資料都不是那麼準確的 是 因為呢 始終呢 你早發現 譬如一個癌症 可能由他 初初形成 到死亡大概15年 我當作15年啦 那如果有些人呢 可能到第10年才發現 那他就還有3年病啦 那有些人早小發現的 可能是第7年發現 那他可能有8年病啦 其實都是一樣的 其實都是這樣 最後都是 早發現和遲發現呢 其實發現是差不多的 但是也有些人呢 資料顯示呢 越早發現的時候呢 他們那個死亡率是越快 那其實為什麼呢 我相信呢 主要都是我們的治療的手法 OK 一早發現呢 就是一早用那些 是不適當的治療手法呢 是令到病人早死的 OK 那當然呢 一般人都是這樣 怎麼辦呢 都是推揚呢 每年做一次結場的事件 那一般人呢 每年做一次的 這些專門的 進確的事件呢 當然很麻煩 亦貴 亦都會增加恐慌 所以很多人呢 都是不會這樣去做的 OK 那好了 那我們還有什麼方法呢 希望可以早點知道 我們可能有癌症發生呢 那其實當然呢 有癌症也有些 所謂那個腫瘤的 那個標誌的那些檢測的 驗血那些那些 那通常呢 就說這些腫瘤的 標誌物呢 是可能是反映 可能反映 是那個腫瘤發生的 那發展或者在那個監察那個腫瘤 對治療方面的 反映的一般的物質 那通常呢 通過抽血 發現呢 就可以找得到的 OK 所以很多時候這些腫瘤標誌物呢 很多種 其中一種呢 是比較廣泛性用的呢 就是我們叫做 血清癌配抗原 CEA 血清癌配抗原 那在中國呢 通常呢 都是用這個 CEA檢查是發現的 就是四種的主要癌 那它的數據顯示 大概有70%的結腸癌的患者 60%的胃癌的患者 50%的肺癌的患者 和40%的乳腺癌的患者 都有看到 CEA是呈現陽性 記住啊 不是一定的 不是所有 只不過呢 是有些百分比的 癌症的病人呢 是可以由這裏看得到的 但是當然呢 如果你發現CEA是明顯偏高 那或者達到正常的5倍 正常值的5倍 10倍的不等呢 那當然你有懷疑呢 這個可能是有腫瘤了 那就要再進行呢 就是跟進一步的檢查啦 但是呢 如果CEA只是稍微超標了一點點 其實可能身體某些地方 發現有些炎症而已 但未必一定是癌 但是也可能是癌的 那這裡曾經有一個50多歲的患癌的人 就發現那個身體的CEA高了一點點 那就做了那個照胃鏡的手術 那發現有早期的腸癌 那所以這個都是一個 就是未必必然 但是也有些人去做的 OK 那好了 那比較其他發達國家呢 中國癌症呢 最大的特點是死亡率是高的 比如在中國的 那個胃癌的五年生存率呢 是35.1% 而日本是60% 而韓國是69% 就是很大的差距 那原因呢 是什麼呢 原因是說呢 我們中國呢 發現那個癌症呢 通常發現得太遲了 OK 那所以很多人呢 要多一點關注自己啦 在多方面呢 要留意身體的徵象啦 那希望在這方面可以幫得到的 那聽愛節目的人呢 我們曾經都介紹一個 一個用療的測試啦 用HCG啦 那這個是胚胎 就是我們孕婦裡面的胚胎 就是華人的荷爾蒙的 那這個資料呢 是耶魯大學教授 很多年前的Professor Beer 他發現了 他的癌是什麼呢 癌是我們身體胎盤的細胞 那這個在我們的身體受孕之後呢 那個精子和卵子受孕之後呢 我們身體就開始就分化 變成不同的器官的 那在過程裡面呢 有一部分呢 是應該成為我們生殖器官的 那些胚胎細胞呢 就會遺留在我們身體不同的地方的 那這些遺留在身體 不是正常的地方呢 在我們一生裡面呢 都經常想成為成長為一個胎兒的 那所以呢 當他經常想成長為一個胎兒呢 當然這些 這些的所謂這些胎兒呢 其實就是癌的細胞來的 OK 那身體就會有一些 很少很少成份的 那個什麼呢 那個懷孕的荷爾蒙 OK 那所以呢 在這個測試呢 我就用一個特別的方法呢 是看看到底這個胎盤數的 那個荷爾蒙呢 有沒有增加 那這個是我們呢 就當作一種檢查 早點及早發現有沒有癌的 但是我和大家都分享過了 其實癌的細胞其實很多人都有的 是的 其中一個呢 在日本的研究 發現百分之八十的老人家 自然死的老人家 都發現原來他們呢 身體裡面是有癌的 有癌的腫瘤的 所以我們經常這樣說呢 其實我們怎樣做得呢 其實最佳最佳的方法呢 都是盡量在平日做一些事情呢 是將我們的身體保持一個最高的健康狀態 就不是呢 就經常打算去檢查檢查檢查 因為呢 發現了其實檢查出來之後呢 那些人有些人很早檢查 結果都死得很快 所以真正那個問題呢 就是既然如果我們接受了 身體個人都有癌細胞的 分別就是當我們身體本身的免疫能力強 這些癌細胞就無所發揮了 即是在我們身體和我們共存了 OK 那這個是我們自然醫路一向強調正確的方法 就是應該是平時做多些事情 不斷地將身體提高一個高的健康狀態 那其實病的九大原因 都不外乎是毒素內聚 以及營養不良 那所以我們很強調呢 我們平常呢 是進行不同的方面的排毒啦 洗腸啦 清肝膽啦 體質水療啦 淋巴引流這些這樣的步驟啦 那還有呢 是營養呢 是保持一個最高的健康營養的狀態呢 這個我相信呢 是最有效的預防癌的方法來的 嗯 那剛才我們已經分析了 那這幾個癌症的時候呢 當年呢發現到的時候呢 現代人所用的那個試驗 就算剛才說過那個抽血的檢查呢 都未必是這麼準確的 最主要呢都是自己呢 真的保持一個健康的狀態 如果發現到真的身體出現了一些異常的反應 而是有少許的持續性的時候呢 其實就真的應該要去尋求一個了解呀 或者找出那個原因是什麼呢 而是呢 是用一些正確的 尤其是呢 最好就是用一些自然的方法呢 去處理它先 就是不要下下就第一線呢 要一些入侵性呀 或者破壞到自己身體的免疫能力呀 那些的方法去處理 今天多謝袁醫生跟我們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呢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跟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亦可以透過Skype 跟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了 今天麻煩你了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